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没有听过 宇宙其实是一个黑暗的大森林 每一个星球就好像一个拿着窗的猎人 在森林里面一步一惊心 万日被人知道自己的地标 就只有死路一遍 欢迎登入 黑暗 易思维 抽丝剥茧 反逻辑 寻找真相 令依迷离 奇闻怪事 渺渺惊心 杀到埋身 黑暗 以下节目内容 涉及成人及惊吓情节 奉劝一句 中门大开 小心神友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又是DBC黑森林的时间 今晚呢 大家一个很期待 我经常觉得有一些火花的组合 就是鬼毛show 有什么火花 我们一向有火花 各人有各人有特长 别人以为我们会打架 又不会 不是 我们一会就会 最多打两槌 很容易解决 打两槌 立即不出声 没事 OK 开始 今晚呢 鬼毛show 为大家带来什么呢 今晚我都可以事先張揚事件 今天是重阳节 这一集我们的重阳节 但我们由于要早一点 预备一些节日的资料等等 其实我们一集是录音的 我也不怕告诉大家 但放心吧 有鬼毛show 都在这里 什么时候会有冷场 大家看到镜头 都知道我们是录音 没错 看到几张椅子 转转转 但今天呢 由于要应节 重阳节 大家都会 如果根据中国传统集组 我们会登高的 登高呢 当然我们今集的内容 就说一下 登山浩劫 其实中国人来说 一向都说 老人家说 稀山莫稀水 但原来法国 山都不能稀 不是这么好稀 我近年 大过了 或者年纪大了 原来真的觉得山都不能稀 以前我们小时候 或者年轻一点 觉得有什么大不了 山而已 走上又走下 由于我自己 我都说过 可能有些人都知道 我住在港岛区 其实我住那里 已经是山 在博库林道 一刻走对面 什么龙虎山 已经上去了 我们从小到大 本身 就算我妈妈 他们 舅父他们 小时候都是住附近 博库林 从小到大 有些山头 到我们的年代 从小到大 经常都是行山 那边觉得 什么可怕 这个山 除非去到 有些结案 甚至有些 以前那些 寶马山相思案 这些这么经典 有什么好害怕 但是越来越看很多 节目 documentary 或者看新闻 就发觉 原来每年 山 就是行山 登山 原来很多很多意外 大家有没有留意 这两年好像特别多了 因为多了人行山 这是其一 例如日本方面 日本又有雪山 又有雪崩 当然 大家会出名的珠峰 今年也有很严重的 雪崩 意外出现 所以我们近年都觉得 真的不可以稀水 原来山也不可以稀 其实我们不要说到这么大型 因为他们那些叫攀山 不要说攀山 就是行山 你也会有很多问题出现 行山 是我们香港人所说的 你内地人 是不是都要爬山 我第一次听说 他今天去爬山 爬山 我以为很大的阵仗 很多装备 你爬山就这样去 原来他们所说的爬山 就是我们所说的行山 就是远足 是远足 可能他们会走得辛苦一点 我记得 刚才肥叔说 这个稀山莫稀水 我自己告诉他们 另一句金句 就是真的 上山容易落山难 这是事实 因为我年轻就多 因为我也是在山区大 怎样山区 我住在油堂高超道村 后面就是魔鬼山 我小时候走上魔鬼山玩 但是你发现一件事 有些斜坡 你上去的时候容易 到你转回头的时间 你发现前无去路 想向后下回 你发现不敢下 因为高 又高又斜 又高又斜 又不知道怎么下 站好久 也不知道怎么算好 不知道滚下去 还是怎样 就是怕自己滚下去 所以我自己觉得 后期发现 原来 无论你爬山也好 你行山也好 甚至近年 都见到很多政府 甚至很多宣传片都说 你们真的做足准备 你们行山都会失踪 都会不见了人 甚至都会遇到一些意外 可能扭傷 或者你獨自 你真的辨别不了方向 你真的会迷路 很多很著名的事件 丁丽华事件 到现在都没找到他 这个事件 大家都很深刻印象 甚至近年大家都知道 有些登山人士 虽然现在有电话 又有求救 或者现在的路 其实已经好很多了 现在是好很多 我近年 都跟朋友走了几次 例如西贡等等 其实已经好很多 但是我都在幻想 如果大家来事 你穿鞋不对 或者你有点意外 或者你抽筋 或者你登山 其实都挺麻烦的 真的 如果有些经验的 爬山人士 或者是登山人士 跟我说 其实他们只要走 他们都说 不是 真的要好小心 我们带着几十人 真的有投人生气 或者有什么意外 其实是连累整对人 而且是入黑 尤其是当天一刻了 你就很麻烦了 看不到脑 没有电 试过没电 手机没电 即是电筒没电 你接着要摸一下 幸好就足够经验 而且记得一些路 以前我在训练的时候 有些训练的内容 都是需要 晚上走夜山 而且有一些训练 就是自己一个人 在荒山野嶺 过三日两夜 是的 我们在训练中 就知道有一件事 很特别的 原来晚上都不用怕 我真的看不到路 其实晚上很光 其实星光是够光的 就算有月光那晚 就更加光 就算没有月光也好 星光也够光 那我们如何辨别 很简单 原来我们看到 白色的就是路 黑色的就是水 我们就可以辨别得到 踩不踩下去 我小时候听我舅父妈妈的说 晚上走山 或者走川路 就有个口缺 黑泥 白石 光水淡 对啊 刚才刚刚说错了 反光的就是水淡 黑色的就是石 黑色就是泥 白色就是石 没错 有这样的口缺 我自小就是念着这些口缺 去走川路 除了一些灾难 意外 或者一些比较灵异 其实说真的 最近有个朋友聊天 他说他国内 即是国内 他是国内来的 他说其实我们都整天来香港 行山 你又会来香港行山 这么厉害 很出名的 不是啊 香港是 我们现在很多人 不只是你们所说 过来送货 买东西 我们真的过来是行山 有一帮朋友是专选香港不同的山 首先好像鬼管说的 国内要是山 难爬很多 要是那些 南方又不算很多山 要是很多已经变成城市 产生了 发展了 反而原来香港的山路 特色的风景是很丰富 对于他们来说很丰富 因为我有个朋友 他太太是上海人 他太太来到香港都说 他们很喜欢行山 为什麽呢 他说原来他们在上海 已经找不到 走上山之后 你见到蓝天白云 即是说 来到香港走上山 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因为他们每个星期 都在行山 当然了 全部都没了 都没了 天都没了 下面全部扭东西就塞车 全部都是这样 所以大家要珍惜一下 香港这个环境 但如果说到历史上 我想人类对于爬山或山 都挺有迷思 但鬼王 你信不信一件事 我们中国人社会 或是历史以来 常说山精未绕 或者是山的神明 你信不信这件事 其实不单只山有神 其实任何一样东西都有神 这种所谓神 又用佛教的角度去看 其实我们叫这些大鬼 只不过他的权力比较高 他的权力比较高 他就找了一样东西 去记住在里面 权力很大的权力 就记住在山里面 土地公公 其实也是大鬼 只不过他不是管大地 管大山 这种情况 但是山幽暗到那时候 一看一些记录片 或者有些靈異节目 又说 可以令到一些烟霧 迷霧 可以遮到山等等 又说一些自然现象 不过去这么说 山有烟霧 是很正常的 有些蟹 又说有狐仙 在修炼 大家有听过 山不在乎高 有先則灵 证明很多山 不仅是神仙 妖精 或者其他不同的怪物 都会在那里做修炼 不过对于人来说 山这件事 其实也是很神秘 也是一个很 具挑战性的地方 或者是一个 终极目标 转头回来 有很多电影 都是说登山 或者山的灾难等等 我们说到登山的浩劫 今天鬼无叔 和大家深入一些不无知地的山 其实我觉得山这件事都挺令人迷思的 因为其实里面真的 据一些科学家 我也做了研究 或者不少看一些Doc 一些节目 Documentary 其实有很多动物 或者很多植物 到今天为止 甚至我们表面看我们的地球 海洋很多 好像宇宙那么大 很多东西都未开发 其实山是一样的 我经常觉得 会不会 我自己天方夜谭 会不会还有一些 未曾绝种的恐龙 住在深山 我们不知道 因为恐龙的尺寸有很多种 不一定 一只像暴龙那么大 可能有一些小型的恐龙 在山上住 我们不知道 不要说恐龙 但最多人 最多人说 其实我们所谓的大脚白 他们统称叫大脚白 但其实现在 美国有一系列的节目 是全球 全世界周围 大脚白 当然他统称大脚白 但是他说 这个可能是中国版的大脚白 这个可能是朱穆罗马蜂 有不同的名字 对 但他们统称 这些所谓的无人都是统称叫大脚白 没错 当然 我一直都有看这个节目 但 其实你不会拍到 这么多年来都很难拍到 其实 so far 好像没试过真的拍到什么 不过他最多有一件事 我自己觉得 你造假或疑似 其实 我觉得可能性低 我回来最喜欢 最喜欢 或者最希望看的 就是他去周围 各地 因为他本身很难夾定 那些都不知什么族人 或者去到某些偏远山区 他那几位外籍人士 都是说英文的 主要都是 在美国 有些是在美国 他就周围去 他找到当地的一些专家 或者是研究 好像阿姆 原来你在这里 你又研究这类 那其实大家行不接了 对了 哇 我们听闻你怎么 接着大家夹完 他就会找当地的一些居民 或者曾经目睹 他们会找出来聊天 说回他们的案子 说回他们的经历 我想那些都会OK的 我都觉得挺好看的 因为你没可能下来都说拍到 就是拍到 不用问那么多 他起码给你一个很清晰的 查看你 你看到其实他的故事 是怎么找出来的 而且他最重要的是 真的跟当地人聊天 没错 当地人口说的话 那个可信性就会相对高一点 但其实呢 说开又说 就真的去到很多的山区 我见过很多 很多中国也有 或者是东南 甚至那些大都知的山区 很神秘 其实是很少人去的 他们都有分别的 很多不同的目击事件 甚至都传说到现在 又说有些大脚八 或者那些雪人 那些头皮在那里 有些脚印等等 甚至是毛发等等 甚至有些案子 是说那些大脚八 或者毛人 捉人类回去 去交配 都有这些报告 听过 所以其实也有不少不少的目击事件 当然大家会觉得 UFO目击事件可能会比较多 但是原来 我后看这个节目之后 也不少 因为试过 整个房间 坐了一百多十人 有六七成人 在当地 因为他们住附近 我们也见过 你说一个两个造马 我觉得可能有 但是如果你说到 次层层已经有根据 我觉得比较明明 但会不会有些情况 当作一些山人 野人 什么山人 其实真的有 有些人 避世 他自己走在山里面 因为他真的有能力 自吸自足 他根本不需要 在山里面 在山里面 自己找山洞住 或者搭屋 在山里面 因为他很熟悉山的形勢 可以打猎 可以采生果 所以根本就跟外面 叫做 接触外界 或者小细统外界 都未定 始终这个迷思 都挺大 不过 如果对于现代人 即我们的城市人 其实对于山的迷思 真的很多人 很想挑战 无论是各地的人 很想 我都会有朋友 很有兴趣 真的职业 不是职业 即是说 他有时间 约了一大群人 就练习 练习完 接着就去爬山 全世界 去法国 去东南 我想这一样的爬山运动 其实近七八年左右 由一些极限运动开始 之后 接着一直下来 人们没有玩到那么极限 例如Binsey Jump 或者Cayaking 没有玩到那么厉害 就开始走回一些正常运动 但是相对难度高的类型 踩单车也是这样 行山也是这样 会去到这样的方向 早两个星期 我们香港也有一个这样的案子 就是在大嶼山 就是一个比较危险性的跑山活动 那天天气很差 就是落完大雨 周围的山溪已经好像伏布 当然有人受伤 在这样的环境 有些人质疑主办大会 为什么这样的环境 都会继续去搞 但问题就出来了 就是说 他答得很好 他就说 我这个就叫做力险性质的跑山 没有难度搞来做什么 参加者全都知道有难度 我觉得是对的 这些我都是院长上吊 你签了一张纸说 我要报名玩这件事 你就预计了有这样的危险性 而且根本这类型的力险爬山 爬山 甚至真的那些攀山 你根本是要长时间的训练 长时间的锻炼 长时间的锻炼 即锻炼 你起码基本的体能 你基本的知识 肢体的能力 首先精神 无论的知识 以及你要跟整个人 因为不是你一个 整个人夹怎么样 甚至我早前看了一个节目 就说这一类有班人 就专专是怎么样 他们是夸张得 除了爬山之外 他们只能在 例如来张家界 大家都知道 有很出名的电影 找张家界来拍的 他们只能在那里 找一些很高的山脈 那些奇形怪状 就在顶上爬下来 爬下来最夸张的地方 不是就这样落地就算了 落地之后 他们再深入地底 去找下面的一些他们的水源 那些叫做蓝色水源 即是找一些蓝洞 或者叫蓝洞 再要爬下底 哇 多厉害 你看到那个体能要求 时间 所有东西掌握要很准的 真的要有偏大 你说这些真的攀爬 我想起 以前我也玩过 因为我有training一部份 我在飞鵝山 有几架著名的石 一架 我们叫做 Aquila 即是中心名菜石 最主要是那架 有三条路上 爬中心名菜 但是 我们爬那些叫低难度 但是我看到 有些人爬那些 令我很深印象 就是一部电影 我不记得了什么名字 我应该记得了 就是说 Panther原来 第一场 已经是因为 那一部马甩掉了 接着 那一部人 就自己割了一部帧 跌下去 不想捋起其他人 不想捋起其他人 那部电影 我忘了叫什么名字 但我觉得挺好看的 但我个人 就很喜欢看这些电影 我觉得很有刺激感 但如果你说电影 其实也有几出 比较真人真事 即是一些 我想叫做攀山 尤其是攀珠峰的災难片 其实看到人无骨悚然 那几出都挺出名 一说个名字都知道 什么猪蜜浩劫 你猪蜜 有些迷思 猪蜜浩劫 其实他是真的将 真人真事 去说一些攀山队的灾难事件 重演悲剧 尤其是这一出 就是重演96年的悲剧 当然 这个故事 大家自己回去看 但是 看完这些电影的时候 我想 没有夸张 真的没有夸张 尤其是说朱峰 或者世上很多山峰 其实真的很险恶 真的说得难听些 所以 你去了都没有遇过 其实 从某程度上 其实我一 登得这么高的山 你就遇到 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 是 因为老实说 去到这么高的山 上面的环境 并不是正常 尤其是我们城市人 习惯面对的 是 突然间天气转变 山崩 这些事情是随时会发生的 还有 我看到大家可能看一些新闻片 或者是 谁又登了朱峰 或者破纪录 其实我经常觉得 欢恩背后 这些就是辉煌的东西 在那里插了旗 或者第一个 什么国家的人上去 但是如果真实地 我自己看一些 比较黑暗的东西 或者一些真相 其实他们途中有一件事很惨的 那些登山人士 或者甚至在过去死的登山人士 过了新的登山人士 尤其是没有人埋葬 是没有的 没有本事埋葬 因为其实 他说 历史以来 也有超过200个登山人士 是过了新 根本你走过 他们说走过一条路 是见到 是跟着路下 是跟着那条丝路 真的干丝 听你说是踩着屍体上 是的 接着就去 但是你们是没有人 可以有本事 有能力 有时间去埋葬 这件事 也挺惨的 我们继续回来 黑森林的直播室 继续有鬼无数 跟大家说 登山 登山 或者叫登山惊魂 登山浩劫 登山浩劫 其实因为应节 重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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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也会登高 但是 重阳节是怎样来的呢 其实 话说 好像从小到大都没有教过 有教过 有教过 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因为拜山 所以会将重阳和清明 撈亂 以至到我们看电影 重阳和清明 就黑了一句话 重阳和白山 其实有部分的原因 是真的叫做顺便 顺便 春秋二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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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明的春天 因为春夏 接着祭 所以春秋二祭 隔一隔 夏天比较热 春秋二祭 重阳节 就是要登高 登高 大部分山墓 都在山上 所以 所以 反正你也要登高 顺便 以前是棺材山地 就在山上 现在很多时候 都没有棺材山地 那已经变成了习俗 这件事没得说 这是有一个 重阳节的来游 其中一个 传说 不是 传说 或者说 有一家人 很久以前 住在山下 他们其实 那些屋不是很漂亮 只是草棚的屋 打地铺睡 等 不太有钱 类似那类 有一天 就有个 懂得 尖卦 或者叫做尖卦的人 尖卦 尖卦的先生 或者他们当时叫算卦的人 像鬼谷王 就说 去到他家 就招呼他 他很招呼 他说 第二天我走了 主人说 一定要做一顿好东西 去享受 临走 对他很好 算卦先生 临走的时候 就看一看他附近的地方 就是他住的地方 叮嘱这家人 他说 去到九月九 你们全家就往去 高处走去 走去高处 即是登高 有多高 你走多高 尽量 他们想 平日我们都没什么 又不是想升官发财 走这么高 怎么鬼 走上山 不忽然走那么高 这些是前夫才做的 没错 也没什么特别 但是想想 既然鬼谷王 这么厉害 懂得尖卦 懂得神算子 叫得我僅有原因 正正到九月九 他们真是全家人 大妻妻子和子女 有花糕香酒等等 全部上山玩 全部是当远足 当玩 上去行下 吃下 欣赏原林景色 在山上 等他们上山之后 突然间山腰 就冒出一股泉水 就冲到他家 整間屋就沖了去 若然他們不走就死定了 他說整條山溝已經充滿了水 他終於明白神算子 算卦先生為何叫他們走 所以他為了紀念這位好心的算卦先生 以及避難 再加上說 華碟如行山都強身健體 每逢到了9月9日 扶老葵一起上去吃糕點 喝酒 上山 你這個就是被動式的版本 通常這些典故都有幾個不同的版本 你這個就是被動式的版本 有一個主動式的版本 怎樣主動化呢 事情差不多 但有少許分別 就是在東漢時期 有一條河叫雨河 雨河裏面有一個溫魔 即是溫神 即是溫魔 有一個溫魔 每逢就是溫魔 每逢就是溫魔 對溫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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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在蟲狗的時候 就會出來傷害村民 有一個叫行警的小火子 他的父母都是死在溫魔的手上 然後他上山學法 上山學法之後 終於拜到明斯 明斯就是廢獎房 明斯教了他的道術 回來用這把青龍劍 砍這隻溫魔 後面跟剛才的肥叔差不多 準備一些糕點 菊花酒 以及一種種種類的植物 叫豬魚 一會兒阿武好像對豬魚有些研究 不過我再講一些故事 這個豬魚 我養得像祖類的植物 即是一些富貴子 我養得像富貴子 叫他準備好這些東西 然後叫所有人上山 他就自己去斬妖 除魔 他自己就成功斬妖 家人也避得過 村民也避得過溫魔的襲擊 菊花酒和豬魚 其實這跟中藥有些關係 有些人知道有這麼說 其實因為秋天時候 即是蟲狗 而實數 這個可能鬼古光會識 就是 狗狗兩個都是陽氣重的數字 所以蟲狗其實就是雙蟲的火 所以叫蟲羊 兩個羊 那麼火氣就很重 所以就適宜 就要去燈糕 用剛才的豬魚這種草藥 還有喝菊花酒 其實就是用來清熱氣 清熱氣 清了熱氣 還有清了夏天即落系的濕毒 然後過過冬天和秋天 就是用來清腸胃清人的作用 原來是這樣的 我覺得是有些抗炎的作用 其實大家在說溫魔 都是說一些細菌 當時古代人不知道這些是 病毒細菌 就當作妖魔鬼怪 他們發現這些可以有抗炎的作用 我覺得 消毒 剛才阿姆說到蟲狗的意思 其實根據《易經》來說 我們的陽數是13579 即是單數 9就是陽數之中最大的 9月9日 兩個狗搭在一起 所以叫做蟲狗 蟲疊了的狗 李鷹的陽數是很大的 但問題是為何這麼大的陽 又說是陰氣 突然間 好像有些經典提到 那天陰氣很重 他就說為何陰氣很重 就是因為那天火星被遮 火星是很遠 已經被人類觀察到 人類很厲害 尤其是中國人對天象 很有研究 剛才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究竟是陽氣重還是陰氣重呢 又是火星被遮 又是兩個狗的陽氣很重 其實如果用逆經去解釋 整件事可以解釋 因為蜜極必反 就是在逆經裡出來的 就是說 你當狗 就是陽數最盡的時候 就是最高的了 所以去到狗 不是一件好事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把球拋上去天 球去到最高的一點 接著會怎樣 跌下來 所以狗不是最好的東西 我們一定要去到尾椅 才叫做最好的 當你兩個狗一起到頂 其實相對陰氣將會來 因為陽氣去到盡 陰氣就會來 所以要預防陰氣 所以蟲狗的意義就會在這裏 兩個狗的意義 不過剛才《鬼光》講的典故 我也聽過 不過很小時候 都沒有心裝在 所以其實 無話說 我們這麼多年 只是父母說 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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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 到這一天放假 之前就是中秋 大家知道是晚上去玩燈籠 接著這一天 就是被老爸夾著上山 不要這麼說 不過我又真的 如果我從小到大 就去到重養這些時節 開始正式踏入行山 因為我小時候 爸爸媽媽都會帶我去行山 所以那個時候 都會抓住我們上去 行山 是時候 因為重養 重養登高 還有行山是季節 那就行山 說到重養 剛才有些事情先跟進 大家學肥叔說 就是無心裝在 其實那位人興 就叫做 緩景 木字邊 我看了處身邊 就叫行景 不好意思 說錯了 另外 其實有些事情要補充 一點點 因為這個重狗 還有一些意義 就叫做老人節 為什麼呢 因為代表兩個狗 生命長狗 這就是老人節的由來 老人節 我記得通常過了重狗 就會開始要穿長袖衣服 都說明登高 當然要向上走 向高處走 越高的山就越好 但是很多朋友 或者對於越高的山的挑戰 那種心 是很厲害的 那個成功感成就感 我想這個自古也是 是的 也是 當你去山峰頂的時候 哇 摊開雙手 但被你拋到最頂 就覺得很孤獨 你明白嗎 但有大地在我腳下的感覺 平時很難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很多人喜歡攀山 所以歷史上也有不少的攀山人士 或者是登山人士 但是很多歷史上也有很多不好的事發生 有很多大型山難 這次我講這個案子 就跟一個叫做希望有滿足感 或者想去行山 沒有關係 這個其實是一個可以叫做軍事行動 是 發生在台灣的 是台灣史上一個很大的山難事件 發生在俠寬山 發生的年份是1913年 當時日本在統治台灣 那時候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 所以他們用了大政二年 要做這個年號 當時的總督 日本駐台灣的總督 叫做幼九間總督 他有一個任務要做的 叫做五年里凡事業 什麼叫五年里凡事業 就說他就要將一些抗命擁有槍械的一些山地人的武器 就要他們繳械 如果不願繳械 就要用武力震壓他們 去到這個行動的第四年的時候 負責這個行動的隊伍 他帶領著一班他的手下上山 去圍剿這班山地人 當他帶他們上去的時候 他們整隊人裡面 就分別 一個很大的隊員 他們有十四個幹部 還有五十五個巡查 還有五名的巡查部 我想這些都是他們的官階 還有兩名測量師 我們叫測量師 叫測夫 還有四十六個部隊成員 一百個挑夫 那些腳夫 他們也叫做挑夫 裡面也有些山地人 歸順了他們 有六十四個人 合共二百八十六個人 這麼大支隊伍 就上山了 當時他們上山的時候 其實當天天氣都不差 他們就在193年3月10日9點出發 祭完神仙了 他們也有這些儀式 祭了神仙上山 祭了神仙上山 即是拍戲之前 拜神 求求穩陣 3月10日上山 走了幾天 走到15日下大雨 然後他們就避雨 避雨後 避雨後 那幾天 行軍都不太順 因為一直下雨 到20日 看到天氣好些 然後他們決定 他們一口氣 就要上到合歡山山頂 那裡責任 這是司令的命令 但是其中一個 就在那裡 就去探員 路回來 就說 山頂的積雪很深 寒氣很厲害 我想你上去 沒有辦法 就可以引來 不如改地方責任 不要上山頂 但是司令就說 沒得談 一於上山頂 整隊人就上山頂 然後就大件事了 然後就刮大風 大風到 連煮飯都煮不到 焗煮就要吃乾糧 那風就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的時間 就發現不妥 有些因為本身是山地人 那些山地人的挑夫 就自己走路 因為他們知道 留在那裡 就死路一條 那部分就已經走了 因為黑漆漆走了 不知道 其他沒有走的 就一直捱 捱到天亮 誰知道捱到天亮 已經有部分凍死了 然後司令的決定 諾命令就撤退 撤退後就回到山頂 誰知道一路走 就一路有人死 一路走就一路跌倒 死的人 後來就發現了什麼人多 死的人 大部分都是漢人 而本身的山地人就沒事了 為什麼會沒事呢? 因為當天出發的時候天氣很好 那時候十月又不是很冷 這班人就戴不夠衣服 而那些山地人就知道 其實上山地氣溫不是這樣的 他們有足夠的衣服 所以很多山地人只是凍雙手 但是漢人就凍死了很多 事後發現有一百零一人失蹤 有八十九人凍死了 這個案子就是台灣開埠以來 一個很大的案子 在山上凍死 而並非在行山活動 在一個軍事行動裏面 其實就叫做未曾打仗 已經選兵折仗 這個情況其實很熟口面 是 你記得這個滑鐵路之翼嗎? 也是 其實是類似的 又是張嶺不聽大路的話 就糟糕了 因為他覺得那個響道 這麼卑微 他怎麼會聽你說呢? 是嗎? 這個時間 不如我們聽首靈歌 舒緩一下 我們很緊張的情緒 我們先去吧 有沒有聽過 宇宙其實是一個黑暗的大森林 每一個星球 就好像一個拿著槍的獵人一樣 在森林裏面一步一驚深 萬日被人知道自己的地標 就只有死路一遍 歡迎登入 黑森林 逆思惟 抽絲剝繭 反邏輯 尋找真相 靈衣迷離 奇聞怪事 渺渺驚心 殺到埋身 黑森林 以下節目內容 涉及聖人及驚嚇情節 奉勸一句 縱門大開 小心尋入 踏入第二小時的黑森林 回到直播室 繼續有鬼無騷 跟大家說說 登山浩劫 剛剛新聞之前 聽到阿妹的歌 好像真的山歌 好像上了山歌 山歌味道 斬在高崗上 我也有時幻想過 如果我站在一個很高的山頂 那種感覺如何 只是幻想而已 我應該在這一生人裡 暫時都沒有想過 因為那種行山我又一般 登山 我還是比較喜歡踢球 喜好不同 對 我們之前說過 台灣有這麼嚴重的登山災難 一個軍事的行動 話說 台灣對於登山的安全 都很緊張 都很專業 或者職業化 他們現在是很專業的 他們有專門的登山救援隊 我也想說回這件事 我想不是很久 九月左右 大家可能有看過這段新聞 有一位香港的女士 就去到台灣那邊登山 就不幸運 就滑了去那些濕水 就上回來 結果勞動到這些登山救援 都可以救她 當然 當時可能那位女士 太緊張 也脾氣變得比較暴躁 對 登山救援員 一直被她踩著去 踩著去 踩著去 她也一直在說一些很難聽的說話 罵人 罵人 以至當時救援隊隊長 都扯火在Facebook上 在說她們的工作被人濫用 很不服氣 我想大家可能都會記得這宗新聞 而這件事就是 當那個人遇難 其實去到她被救 是一天之內的 已經很快 算快 尤其是在山的裏面 其實你要找到一個人的困難 為什麼她去到那麼快 其實這件事 要講回2011年 其實台灣發生了一宗 叫張博威山爛的事件 那個威字就是山字頭 下面威水的威 因為我也是剛剛調查 原來這個只是讀威 不是讀癌 我最初以為讀癌 張博威是什麼人呢 他原本是台中市 台中市中山醫學大學的學生 他在2011年2月27日 然後獨自登山 就是在和平區南逆處的一個孤大山 那個山是海拔3.341公尺 不算是很高的山 但是 第二天的3點32分 這位張先生曾經聯絡過他女朋友 就說他迷路 就當失路 去到3月1日 就終於報警了 因為一直都沒有再有消息 然後當然 開始搜索他 曾經派過600人次 用了51日 已經是台灣當時 近來是最大規模的一個搜索行動 很厲害的 只有600人 600人 找了51日 都找不到 一無所獲之下 到4月19日 有兩名行山人 就進去山裡 去搜尋 應該是一些自願的 尋找失蹤者的人士 就在 第二天 就是4月20日 就找到 死者的屍體了 好了 而地點呢 就 在 他這裡叫做 北港溪的一大 其實就是在 白沽山外 林管署 第171號 附近 就是在其中一個 林管署的巡查位附近 好了 而根據 驗屍和 他們得到的報告 其實死者只死了 楊莫良 找了51日 其實最後那兩個星期 死者是未死的 是 即是說 他中間有 三十幾四十日 如果正出 51日 運了 他兩個星期到 即是37日 有三十日 頭一個月 是沒有問題的 頭一個月 其實死者是未死的 是 只不過是登山隊一直 都找不到 我就很奇怪了 當然 山是很大的 但你600人 51日 地毯職手索 或者協助 我相信有些直升機等等 很多東西 甚至可能有些 警犬 或者登山犬的協助 都會有 都真的找不到 現在是在生 最奇怪的是 你找到死者的屍體 是只在林管署附近 這個才是最奇怪的事 問題是因為太近了 他們又會疏忽了 這個問題是 沒有猜到在這麼近的地方 他一直向外面去找 但是他們 當時來說 我不知道實際上 他們的操作是怎樣 但正常 你當然是在一些 例如林管署的地方 你要做記錄位 你要記錄位 才知道 我現在的救援隊 由這個位 向哪個方向 去了幾多公里 找了幾多公里 是這樣計算的 為什麼這麼奇怪 這麼近林管署的地方 找到這位登山人士 但是竟然是找了這麼久 是找不到 而且最大疑點 既然找了五十一天 那三十七天 你再生 這麼多人找你 為什麼沒有一個巧合 也好 沒有撞到聽到聲 等等 好像剛才無所說 那件事最終發生 就是服屍地點在這麼近 這兩個疑點 我覺得挺匪而所思 當然了 這件事件發生了 終於找回死者 最特別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當然 死者的家人 是很傷心的 但是他們後來 做了一件很積極的事 是 積極的是什麼 因為當時的 台灣那邊的救援隊 其實主要是由消防隊 那裡來的 他們本身是消防員 不是一個完全專業的登山搜索隊伍 只不過是他們做了這一份工作 在他們知道兒子死了之後 他們大力地在台灣 推動各方面對於登山的一些安全的推動 例如是他們組織了山難救助體制 就是投身下去 就是怎樣去把這件事去完善它 去搞一個叫做面山教育 就是教育的人 其實登山應該是怎樣的等等 其實做了很多事情 經過了他們四五年的一個努力推動之後 去到一五年 其實不是很久的 哦 台灣那邊就有正式的專門 在山裡面去救助救援隊 哦 原來是這樣來的 但是除了這些危險之外 其實登山 或者是遇到雪 天氣之外 其實有一件事很關鍵 就是高山症 高山症是我想 高山症是其中一種 因為一般的山難 離不開幾樣東西 最通常就是跌下山 下舵 一種就是雪崩 如果上雪山就雪崩 一種就是剛才肥蘇所說的高山症 一種就是走冰川 一種就是凍傷 一種就是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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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就是因為體力用到盡了 筋皮力盡了 接著還有些什麼 還有泥石流 泥石流 還有就是可能有巨石 因為有些山崩 山崩 還有幾種就是雷擊 被雷打中 被雷劈 亦都會浸死 遇到發洪水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被野獸咬死 或者山火 山火也有 山火也是一樣的 大家都知道 這幾種就是通常見的災難 但是我聽聞鬼谷王 是陳經 也不止一次 陳圓圓 遇過山難 遇過山難 試過幾次 我又不是遇山難 我對於高山反應 我有一些經驗 不如這樣 我們稍後回來 聽聽鬼谷王陳圓圓 對於高山症有什麼分享 曲綱 為何呢 鬼谷王 陳經哲三次 好像是嗎 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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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山反應 但在講高山反應前 一件事情要跟高山反應 都有關係 有一種 剛才說過也有十幾種不同的散難的情況 有一種我相信大家會比較少聽 我們可以叫這種 因為有兩個叫法 都是一樣的 一種叫做天塔 要不就叫塔天 塔天 就是很簡單 天塌下來 不是當被蓋的 大家不要經常說天跌下來當被蓋 原來不是的 天跌下來是會死人的 大家不要看得那麼輕 為什麼呢 其實什麼叫塔天呢 我先講講 第一地球來說 我們最高的山峰就是珠穆朗馬峰 即是非二次峰 它高的是8848米高 這個海白 八千多米 問題在這裏 在這個高度來說 其實都未曾去到大氣層裏面的一個叫同溫層 的位置 是差一點點的 好 當你去爬這麼高的山時間 就遇到一些叫塔天的危機 什麼叫塔天危機呢 假設你就去爬這個珠穆朗馬峰 當你已經登頂了 登頂就差不多走得了 如果突然間在這個時候 塔天 什麼情況會塔天呢 就是突然間有強氣流 令到那個氣流轉變得很大 然後同溫層 原本的位置就會急速下跌 跌了下來 相等於什麼呢 相等於你在8800多米的時間 突然間多了500米高度 在短時間內 可能幾秒鐘內 你登高了500米 根本你不可能適應 幾秒鐘內你上了500米 然後還有一樣東西就是 在那個同溫層裏面 那個氧氣 相對是更加稀薄 這種情況 就會令到有一個即時的高山症 就會馬上沒有命 很急 很急 所以這種就叫做塔天 很明顯就是真的天下降了下來 因為那個層 是整個層向下降 整個層降下來 根本就沒有辦法適應 如果你是慢慢上去 你還有機會 但是你完全是太短時間之內 這一種就是塔天的 引致出來的高山症 令到人們即時死亡 但是如果我講一些 普通的高山症 我先不要說高山症 因為高山症其實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我先講一句高山反應 其實高山反應 一般平地人 上到大概海拔 接近二千米已經開始有 海拔二千米 其實有些人已經有反應 一般二千米都會有 阿肥蘇清楚 剛剛我們香港隊 不是對北丹 上了二千米的高原 二千米是 其實一般如果不適應 平地 絕對有高山反應 或者叫高山反應之餘 其實本身 好像有些曾經 當年巴西也是 歷史上第一次輸 阿肥蘇波 在西方圍賽 製了玻璃維亞 拉巴斯 二千八百幾至三千 左右的海拔 那他們半場的時候 有幾樣的反應 第一就是 他們要吸氧系統 吸氧器 那就不行了 第二就是 因為空氣氣薄 你射出去的時候 那球很飄 這兩樣 如果你平時 好像沒有重力 如果訓練不夠 那球飄過門將 或者對那球的判斷 就變得不錯 而且那球很急 所以那一年 巴西輸了給玻璃維亞 之後曾經有一次大屠殺 阿根廷被他炒五五球 阿根廷 又是不行 去到不懂 所以現在近年 這些完全是玩地利 對 曾經最好笑 有一件事 就是講開阿鬼光 講開我先講 就是當年 其實玻璃維亞 曾經申請過 就是說 上訴 因為其實當時那位職業 就說 為了公平起見 你們這些國家 就不可以高過 1500米 就是海拔 那怎麼搞錯 我的國家是這麼高的 海拔這麼高 那些球場 你不讓我那裡踢 這就是他的主場之理 對 主場之理 有著數很多 就算你說沒有高山反應也好 你空氣稀薄 你人都容易累 所以我們以言中國的馬家軍 就突然在高原 是高原訓練 要下來平地就贏了 這個跟龍珠裡面 比達跟悟空是一個高重力的狀態之下訓練 是一樣的 對 有道理一樣 我自己本人 我自己去過幾個高原地方 我先講一個就是西藏 因為我入的方法就是用鐵路入 用鐵路入就會好些 我會慢慢適應 因為我經過唐古拉山一路 慢慢進去的時間 我叫做適應到 但其實進去之前 我們也要做很多的準備工作 起碼心理上 你要做到一件事 才是說 你知道在高原上 不能夠一件事 是設計的 是急的 一定要當你自己是一個老人家 所以我經常說 反為老人家去 當然他身體沒有病沒有痛那種 一個正常健康的 身體還要強健的 他去 比年輕人更安全 為什麼呢 我們有一個很出名的歌星 我們是歌神 當年在尼泊爾患了高生症 因為當時的速度很健康 大家知道當年去觀見 很健康 越大隻就越蝦 蛤 我反而還以為 他的大養量 即是他的紅血球 練到很健康 不是應該比較好 正常的 我們也會這樣想 正常的想法 但一般這些 做開運動人 或運動員 其實他需要 血液裡面的養份 需要多些 但其實上面不夠養 消耗的問題 所以變成他們更難適應 難怪當年巴西輸 巴西就是人們太健康 很健康 所以 當年我入到西藏之後 其實第一眼已經看到 跟同車的人 下車已經很早 已經有幾個 已經即時慣低了 因為我都看到 下車很漂亮 想跑的了 按住自己 不要做這麼傻的事 然後我看著幾個 自認覺得自己年輕的 很健康 拖著行李箱就來了 然後我看到他跑不夠幾步 就開始喘氣了 喘喘氣 然後就作嘔 然後已經頂不住了 即是走路要像 那套賭什麼的電影 阿星爺走就對了 慢慢走進去 越慢就越好 去到你還要有很多東西 你要適應 你走得慢 只不過等到心不要跳得那麼快 你消耗氧的速度沒有那麼高 但原來還有很多問題 因為空氣稀薄 你遇到問題 你呼吸已經很難 你平時在平地呼吸一口氣 你在下面要呼吸三口才呼吸一口 然後還有一件事 因為上面天氣很乾燥 你的鼻膏 其實已經全部都是血絲 很硬的血絲 你溜極都有 這個跟我在加拿大冬天的時間 是一樣的 然後那些手跟腳跟全部都爆了 是啊 太乾了 我去到就拿行李去上樓 我住三樓 那間酒店就在拉薩拉住三樓 沒有升降機的 沒有升降機的 但每一層樓都放了一張椅子 讓你們坐休息 我拿了行李上去之後 我覺得我可以 我下去就幫一些 因為我當年去是一個籌款活動 去西藏一個報行籌款 我是大會的義工攝影師 兼一個參與者 我去到這個情況 我上去拿了房 我看到其他女士很辛苦 我就去幫她們拿行李 我幫了一位女士 她住二樓 因為我自己上了三樓 我下地下 幫她拿到二樓 拿到二樓 然後她放下 然後我發現自己不妥了 然後我立刻做了一件事 我就跟自己說 這個地方 西藏 是不能請英雄 行就行 不行就不行 不行就不要繼續去 要不然 你根本 要找自己的 為什麼要找自己的 因為高山反應 然後再變 就會變成高山症 我們在高山症被爆出來之前 就要好好控制自己 要好好控制自己 高山反應裡面 其實還有幾件事 是一個特徵來的 是人都有的 大家放心 不要害怕 上到高原地方 頭痛 是必經的 一定會頭痛 會有輕微的發燒 不會太嚴重 但當你發現嚴重發燒 麻煩你立刻下山 立刻要離開 因為嚴重發燒 然後再變成感冒 你留在高原上面 基本上 是只有 好像我們的slogan 死路一條 但有沒有一些 即時可以幫到的 喝的或吃的東西 有 剛才是吸氧 其實很多酒店 已經放了氧氣瓶 給你們吸氧 還有 預防 其實有一種中藥 叫洪景天 洪景天 可以吃洪景天上去 但上去吃的作用 沒那麼大 最好是早三天吃 這麼厲害 早三天吃 你的身體也要先吸收 還有其他不同的方法 去到那裡有些急救的方法 就是用一些狀藥去做 當然現在不想用這些方法 但去到西藏有趣 周圍都有一種東西買的 就是葡萄糖 所以一定要多喝葡萄糖 可以幫助你血的大氧能力 除了一些登山 我們其實也有很多實務 譬如你要注意安全 你要注意身體 你要鍛鍊 你要防止一些意外發生 其實有很多靈異事件 這個算不算靈異 很難說 但這個事件 是台灣山難之中 唯一用事件兩個字 去冠名 從來都沒有用事件兩個字 這個就是用了一個人的名字 叫幽高 叫幽高事件 其實很出名的 就是發生在台灣的奇萊山 台灣有很多人有興趣去爬山 因為風景漂亮 以及山勢比較險要 這個事件比較特別 就是在台灣 當時有三名學生失蹤了 而這三名學生 其實他們都是有一些行山經驗 並非是新手 事情是怎樣發生 他們三個人 本來不是爬這個奇萊山 因為他們要拿登山證 他們爬另外一個山 但是問題是 他們可能覺得難度不夠高 他們自己沒有根據到登山證 批給他們的地方 就向奇萊山出發 一路上去的時間 很神奇地失蹤 事情發生在1972年8月 當時他們離開了營地之後 就開始進發 去了三天沒有回來 下落不明 人們知道去哪裡 接著就開始拯救隊去找人 因為他們有登山證 就知道他們上山沒有回來 就去找人 當初都是找錯地方 因為最初他們國家沒有批 台灣沒有批高山登山證給他們 他們在附近找 找不到 就向高山上找 他因為找到去的時間 去到第五天 就找到他們一些 不要叫遺物 都不知道算不算是遺物 就找到一些他們的物資 包括他們的衣服 他們的筆記寶 他們的乾糧 電筒 和一些行山的裝備 散落在山的不同位置 但是有一件事很神奇 這些東西掉了出來 但這些東西其實是他們 是求生的必需品 沒有理由 如果我要扔東西 我沒有來扔這些 扔了電筒 除非很迫不得已 好像很不合理 很迫不得已 還有一件事 他們是找不到他們的背囊 即是說 這些東西應該不是扔的 大家就想 他們是不是掉了 會不會掉了背囊 有什麼急到 他們可以一直掉 連拉鍊也不回 又不知道 還有一件事 我想說 就算是一個人急到 沒有人拉好背囊 為什麼三個人的東西都會這樣掉 確實挺奇怪 真的想不到有什麼狀況 或者是三個人急到 或者是掉了 或是倒了東西出來 你遇到什麼 大家事後就在想 雖然一直都找不到他們的私仇 到現在 究竟他們是生是死 都沒有人知道 但問題就是 疑點出來很多 剛才說過 他們的東西都散了 散了下來 或者有恐龍追 不知道是什麼生物 假設被萬獸追 假設被萬獸吃 但如果被萬獸吃 一定有血跡 一定有一些東西吃剩的 沒錯 吃貓骨 吃得那麼乾淨 除了一種情況 吃得那麼乾淨 吃人的骨 沒錯 有什麼可以吃得那麼乾淨 蛇 對嗎 蛇 但記住一件事 現在是三個人同時收到 一條蛇吃一個人的時間 另外兩個人都可以走到 沒錯 除非三條蛇 除非三條蛇 但是蛇不會是群體襲擊的動物 所以這件事大家就解釋不到 大家想一下會不會是被一些風 或是被颱風 但是他們檢查過 那段期間根本沒有颱風 所以這個理論也不合理 但最神奇的是 搜索人員一路一路找他們的物資 突然發現到 有三箱筷子插在地上 三箱筷子插在地上 那麼插來做什麼 這麼邪 大家在想做什麼 有些人推測 他們會不會拿來看時間 當日規 這樣用 有可能 但這樣插一支 插六支筷子 插一支 插一支然後畫位 就可以了 我沒有需要插三箱筷子 三箱筷子就是六支 然後 在這個位置上 我只是想一件事 我自己想的 第一 就是說 會不會 他們在山上 遇到什麼妖怪 令到他們 我們叫做 迷路 走來走去 都走去那個位 即是迷陣 這種迷陣 我在這條路走過 不要走到這條路 即是我走錯路了 我自己個人這樣想 在這件事上 台灣人也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因為他們都相信 山上有很多鬼神之說 他們又想過 究竟他們是否被鬼追 即是山精未妖的 被鬼追 然後追到他們 例如跌到圓崖 圓崖 圓崖 抵他們的手 都是沒有發現 現在都是找不到屍首 當鬼 當是鬼 去害死你 假設這個時候 有鬼了 這樣都是屍首 又說不通 然後 有些人會想到去哪裏 想到會不會是外星人 去到這裏 我也是這樣想 你去到這裏 你不是這樣想 即是正常的科學 或是理論 大家會認知的一般的常識 解釋不到 現在全媒都 大家要想一想 就是 除非一些山難 例如雪崩 山泥傾瀉 大洪水 你才有機會 或者失足 才有機會 三個人一起不見 對不對 對嗎 但是 在這些情況下 沒有發生過雪崩 山泥傾瀉 沒有發生過這些問題 之下 為什麼三個人的屍體 找不到 通常來說 找不到一個 有兩個找得回 都可能合理 沒有可能三個人找不到 除了被人捉走 還有什麼可能性 有人會想 會不會在山上遇到山賊 被山賊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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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山賊捉了 但仍然去背囊裡 全部都在室內 沒有了 你賊為物資 只是錢 沒有意義 整件事 到現在都是一個很大的疑點 但大家也解釋不到 如果用一些科幻的想法 真的好像剛才所說 是否究竟外星人 是否究竟飛碟 然後在山上 吸他們上來 吸他們上來 他們就靈胸 倒轉了的人 那些人就倒下來 屍體和背囊就見不到 就沒有了 你這個推斷好像有幾對 這是科幻的想法 我想到大部分的外星人老拐事件 到最後被老拐的人 都可以出來 但他忘記了中間發生過什麼事 但現在是失蹤 可能他不想回來 但這件事有一個延伸 在文國75年 文國75年 文國75年 有一個人去行山 就拍了一張照 看回照後面 很神奇 就是後面有一個人 而不是他們的人 但老實說 行山荒山夜嶺 有幾多人會知道 你一定知道 你一定知道 為何一張照片 多了一個人 這個人看不清楚 但很明顯是一個人 現在有些人在懷疑 會不會 就是他們失蹤那三個人的其中一個 有人看過肯定 或者認出類似這三個人的樣子 他不太認得到 但從他身上的衣著 看來 他有部分像當年失蹤者所穿的衣著 也有人流傳過 台灣經常流傳 有些叫做小魔怪的東西 就叫做魔鬼仔 就是在山上 魔鬼仔 魔鬼仔 但是會不會 這麼幸運 可以拍到魔鬼仔 但傳說中的魔鬼仔 是穿紅衣 所以 沒有那麼高大的 因為他照片拍的時間 有距離 沒辦法看到高度 你猜不到 因為他不是站得很近 有一個距離 你猜不到高度 但只是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 那件衣服 是跟當年失蹤者所穿的衣服 是相似的 相似的 這是一個延伸 整件事的延伸 但是 實在很不幸 這個事件 到今時今日 始終找不到他的屍體 其實當然 如果你說在一些山林障藥裡 找不到 都不奇怪 不過三個人都找不到 就怪一點 這件事 補我補充回來 是1986年的事 這件事 這件事 都跟登山有關 不過 我有一點 我首先 把大家的很緊張 很經歷的情緒 就 帶回到一個很低的點線 因為 其實最近 這一兩年 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想挑戰高山 有一個內地 中國內地的女登山家 叫王靖 其實去年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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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 曾經成功登山珠目 浪馬峰 不過 被人說他造假 怎樣造假 怎樣造假 很簡單 就是直升基上 噢 即是他都是登山 所以當地 就說他違反了 相關的登山傳統道德 尼泊爾政府 當時 有展開調查 但暫時還沒有答案 他知道我現在找的 但王靖就說 否認 我沒有坐直升基 不過 直升基 翌日確實是 上過去 不過是送物資 就不是我自己 所以 當然 大家都很想登山 所以 就要創紀錄 不過這件事 我就覺得 心想 都不要造假 不肯定 暫時 王靖小姐 就不知道 其實現在很多人 登山也好 或者玩很多戶外活動 都會隨身帶備一部戶外攝影機 即是綁在頭頂 那類型的攝影機 一直拍攝自己燈頂的情況 其實就會好些 別人說不到你造假 你就有些東西要做紀念 不過登上雪山 一直都是令人惹一些迷思 或者幻想 始終有一個孤獨的環境 沒錯 其實接下 我想說一個傳說 我只能說傳說 因為 不是有太多的 其實有很多人說目擊 但是很難去證實 沒什麼實證 證實不到 其實什麼事呢 我一直都說雪山 其實在台灣 有一座山 叫雪山 真的名字叫雪山 這座山 什麼特別呢 特別的不單止高度 高度也高 三千多米 都是一個高山 但是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有很多傳說 其中有一個地方 跟我們很有關係 因為在這個山上 有一個地方 真是叫黑森林 其實我們應該拉到去一下 Dark Forest 但是今天我講的 它最重要的故事 並不是發生黑森林 而是給一些行山人士 或者是旅遊人士 可以休息 那是蝶腳 甚至乎住宿的地方 那個地方叫七卡山莊 噢 其實你剛剛說這個 黑森林 之前有一集 我們找王Sir做嘉賓 就是講台灣黑森林 就是講那個黑森林 就是講那個黑森林 所以這個七卡山莊 我有一點印象 有一點印象 七卡山莊 其實它員工之後 都有管理員服務 裡面的設備其實都OK 有棉皮給一些山友可以租用 冬季的時候 又會有一些 所謂的急救包 那些派給一些行山人士 也有做行山的訓練班 行山的訓練班 在他民國七十年的某次活動的時候 參加的學員 其中有一些美女 有一些美女 一起參加 也有一些男的 隊員 參加者 傾慕這些女生 這些很正常的情況 有男生 就向一些女生 視外 他們很直接的 喜歡他 很可惜吃檸檬 但是那個男生 吃了檸檬之後 竟然 老修成爐 將他的對象 在他們教官房間的床下 奸殺了 奸殺了 當然 情況是 後來這位女生 同室的室友 發現他不見了 周圍找不到 竟然是 時間幾天 屍體發囚 才是 東窗事發 找到屍體 之後 接下來 據聞是因為這個死者 英文不散 很多生友 去到山莊 休息的時候 就會在廚窗外 見到一個 只有半個女生 站在那裡 向著生友 然後就 木頂站在那裡 也有些生友 說他們在煮飯的時候 因為廚房供應給一些 生友煮飯 不經意抬頭 又會在廚房外 見到這個女生 煮一煮飯 看見她站在你前面 不用煮你飯 是不是肚子 我試過有個朋友 陰陽眼 他試過在家附近煮麵 他每次煮麵 就會有朋友站在外面 因為很香 不是看著他 是看著兜面 因為很香 自從這宗兇殺案發生之後 山莊的主人 自己也有心理威脅 害怕 他自己也不敢住一個山莊 山莊旁邊 他另外有一間小屋 就住了過去 誰知道這件事三個月之後 就無緣無故 是不知為何 有一名附近的一個農場的村民 不知道他受到什麼打擊 一時想不開 竟然就走到他山莊的廁所上吊廁 你不用這樣 就是不在自己地方 這麼多荒山野嶺 這麼多樹 你不丟去人家那裡 是要走去人家那裡 是要走去人家那裡 貪熱鬧 當然 因為他是一個 可能他想被人發現的屍體 結果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他這個廁所就停了 很多時候山有去到 想用這一格廁所 即是他丟頸那格廁所 是開不了門的 就是鎖死了 自此之後 因為這件事發生得多 莊園的主人也都把那一格廁所荒廢 而因為鬧鬼事件太過勁 之後沒多久 這個主人都因為經營的問題 都不可以繼續下去了 以至整座莊園都是暫時的荒廢 好了 去到79年 事隔是九年之後 有一位學生 陳寶珠 即是 跟陳元璋 可能是Fan 跟另一位室友叫阿芳 我估計這個是假的 還有一名 綽號叫小李的男生一起登山 他們在乘車上去的時間 就經過這個山莊 發覺山莊裡面 應該是空無一人 滿地垃圾 好像剛剛被人大肆破壞那樣 終於這三個人 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會走去 去維修這個地方 以至到這裏 暫時還是OK的 這樣 好了 今晚也多謝大家收聽 希望大家重陽節快樂 今天時間也差不多 記得登山 每年登高 也要聽一首美歌 完結今晚的節目 拜拜 拜拜